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紙時間 Apple 你好 有沒有試過夜晚無端燒了燈? 有 當然有試過 你有沒有發覺那一陣子 不知道為什麼人們走開 人們當然有時候走開衰運 有時候走開衰運 回到家裡連燈都燒了 你有沒有試過? 有了 有了 很多東西壞的 不知為什麼製作印刷 電腦又不合理 電腦又不合理 又用不到 連打字的東西都可能套出來的鍵盤 有時候真的挺黑的 很邪惡 對 好像那些13腰 有時候拿牌也是這樣 我會有一個小提示 建議別人 例如燒了燈泡 就盡量 除非整間屋只有一盞燈 你迫著一定要換燈泡 否則盡量不要換燈泡 夜晚時 沒錯 因為現在通常我們用一些省電膽就OK 但如果用一些烏絲的 你知道有些烏絲燈蛋很漂亮 因為黃黃的 其實很柔和 其實白色燈蛋我不見別人這樣用 因為白色是比較令你精神緊張 這個科學角度 就好像辦公室這樣 很光光殘殘 再加上現在省電膽 很多人覺得省電膽 我們不要從環保的角度去看 有些人覺得省電膽 我將電費單是便宜的 沒錯 我同意 我也試過 但我後來也要轉為烏絲燈蛋 為什麼呢 因為省電膽 其實它有一種UV光 那種紫外光 其實傷害我們眼睛 我們長期這樣看 也會比較差 雀斑 沒錯 一樣曬太陽 你這麼漂亮 你一定不這麼U-C 是嗎 OK 所以晚上還有一件事 如果有時你走開 衰暈的時候 禍不單行 尤其是你換一下 電的東西很難說 譬如你電或弄傷 或者有什麼漏電的話 你晚上黑 第一 黑漏漏 看得不清楚 你很容易電到 就算你關了那個按鈕 有時你黑起來 關了和未關 你又不記得 差錯東西 你就很容易電到 所以盡可能就是 晚上不要換 你留下早上看得很清楚 才去換 會不會呢 這個就是 看看你走的什麼運 OK 想知道更多的事情 甚至去這個網站 HK026.com 下集見 拜拜